今天呢 咱们先不谈任务 你的事 余霞全都跟我说过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许大夫 我看您 一直是自己一个人 你有过家庭吗 我有过妻子 已经去世了 现在唯一的亲人 就是我的独生女儿 你有个女儿 怎么从来没听您说起过 我们的工作特殊啊 越是亲近的人 越容易处危险 所以我从来没有公开过 女儿的身份 我们也没有 以妇女的身份 想见过 越在想念自己女儿的时候 越要克制自己的感情啊 如果说爱可以带来危险 值得就是我们这种人 可是越在乎越不能在一起 不仅不能陪伴 也不能保护 甚至连自己做什么都不能说 太残忍了 是残忍 也很痛苦 但是我们不承受 这个残忍和痛苦 就会有无数的人 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 方元 国难当头啊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都得做出牺牲来 我们已经牺牲了很多同志了 我记得 我入党那天您跟我说过 作为一个革命者 就是要时刻准备着 随时牺牲自己的亲情 爱情 荣誉 幸福 甚至生命 方元 我们的敌人呢 异常残暴 我们稍有不慎 引起他们的怀疑 或者我们一爆了 就会给一连串的人 带来生命危险 所以啊 克制感情 看起来好像很残忍 但这才是 对我们最珍惜的人 最好的保护 我想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对了 您今天找我来 就是为这个事吗 还有 现在的局势啊 异常复杂 将这一代 日本人 伪军 都在拼命地追剿心思 都在拼命地追剑 有什么事 是 对 都在拼命地追剑 忘了 这一代 我们就在拼命地追割 我 我们先 拼命地追割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太惨了 太惨了 剧作 锦池堂那小子 完全不把您放在眼里啊 逮着我就是一顿暴走 家 家也被他给砸了 据说 您可得替我做主啊 我这事啊都跟北野说了 人什么都没说 就让我看看你来了 我这顿奏就白挨了 白挨就白挨了呗 有什么办法呀 你自个儿不长记性了 上次让人打了吧 你干嘛老招惹剧玉堂啊 剧作 不是 不是我吵惹剧玉堂啊 是剧玉堂那个小杂种的 她 她太猖狂了 我只是想把二小姐弄到手啊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你我 咱俩都是小卒子 人静语堂现在是红人 你说那北野 他能丢居宝足啊 明白吗 对不起 剧作 我 我没听懂 傻子你就是 我说咱俩现在不如 不如静语堂在北野面前有地位 明白吗 行行行 别坑坑叽叽了 这个静语堂啊 我俩之间肯定还得有场恶动 把眼睛给我放亮点啊 抓住什么把柄的话 咱来个一剑封喉 举座 您真是太高明了 举座 我不光这辈子 我下辈子都跟着您干 举座 你要用剑杀静语堂这一招 太高了 可是举座 您想过没有 静语堂这小王八蛋他有枪 咱不用剑 用枪行吗 疼 疼吗 脑子没坏 就是笨点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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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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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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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遇到什么危险 我们要全力保证他的安全 嗯 嗯 我明白了 少东家 那你和陈医生的事呢 什么都别说了 这场该死的战争 把一切都给搅乱了 我现在只希望 把鬼子赶出我们的国家 到了那一天 我和儒格的误会 一定会解开的 一九四一年晚南事变爆发后 陈毅兼任新四军军长 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张文毅为副军长 部队迅速重振旗鼓 一九四一年六月至一九四二年五月 共作战两千四百余四 歼灭日伟军三万五千余人 为此日伟调集重兵进行疯狂报复 对苏北苏南等心腹地区 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清香活动 快点 让不让 快点 送水 来了来了 小奇啊 送水来了 下个月水票 总不集电 一会儿马上送给徐大夫 下回你多送点 行 好 看一看啊 先看 看一看啦 好 看一看 看一看 是啊 这给我来点吧 好 素北集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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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好 好 苏北集电 通知方员 马上到这儿来 是 方员 这么晚把你叫来 是有个紧急的事要跟你说 你说 日本鬼子这次大扫荡 规模空前 战斗异常激烈 我们新四军各部队 有不同程度的损失 仅苏北根据地牺牲的将士 就有两千人 伤员也有七八百 而伤员现在急需大量的药品 尤其是潘尼西林和麻醉药 而上海负责购买药品的地下线 又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潘尼西林和麻醉药 是日本人严控的违禁药品 比黄金还要值钱 不过我想 也许孤苏医院这样的大医院 会有一定数量的库存 你的意思是找陈医生 如此冒险的事 他会帮你的忙吗 我找他只想了解一下 大体的数量和存放的地点 他可是个极其聪明的人 我担心你的身份 您放心 我会注意的 可是你还记得你答应过我爸什么吗 我喜欢儒哥 见不到他 我会坐立不安 一见到他 我就十分开心 刚一分开 就马上开始想念 我想和他一直待在一起 我方圆生命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 进来 进来 请问购物 请问购物 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 但现在战乱时期世面萧条 所以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如果是生意上的事情呢 就请你免开遵口 我没兴趣 我不是来和你谈生意的 我只想咨询一下 医院的药品的情况 那你得去问药贩子 我是医生 我只管用药 不管卖药 我要的那些药 他们手上没有 什么药啊 潘尼西林和麻醉药 这些药可都是违禁药 不但价格贵 而且量还少 库存最多也就不超过二十支 如果用量过多 院长还得亲自向宪兵队申请 那你的意思是 所有的库存都在宪兵队 方元 我劝你还是好好地去做生意吧 我知道 你在利用静语堂走私货 我不希望你成为那样的奸商 发战争财 我和静语堂都在发你所说的战争财 为什么单单指责我 他和你不一样 他不是为了自己 那你能告诉我 你为了谁吗 总有一天 我会告诉你的 既然这样 咱俩没什么好说的 所以说 孤苏医院的潘尼西林存量很少 所有违禁药品 都由宪兵队同管 这条线 走不通 没关系 白文宏刚刚传来消息 说宪兵队要从南京押运一批 潘尼西林和麻醉药倒速出来 我倒觉得 这可能是我们完成任务的一个大好的机会 太好了 我去 我去保证把他们全弄回来 不行 你现在是连络站的负责人 这种打打杀杀的事 你绝对不能抛头露面 那派谁去啊 派老鹏去 不过得给老鹏安排一个助手 你这儿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呢 于成伦吧 于成伦 这个人太盲撞了 我担心他给我们误事 于成伦确实缺少经验 但他功夫不错 有老鹏带着他 应该没什么问题 来 慢点 好 小心啊 抓住了 来 慢点 怎么着 于成伦 老鹏 你怎么来了 行啊小子 你在这里干得不错呀 怎么 有什么情况 来 来 让你参加一次大行动 你干吗 什么行动 接小鬼子去撤 你干不干 我于成伦只要是傻鬼子 什么都不怕 不过这次啊 咱们是一挂逆主 不能硬批 没关系 他近一趟能全打之关系 咱们就给他来个 智举生辰纲 好 走吧 你来看 鬼子的运输车 从这里 如果 我们在这里拦截的话 就一定能撑 目标在这儿 我们在这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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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余成伦不错 跟老鹏配合得还挺好 真说不定啊 有出其至胜的可能 但是你们必须保证 每一个环节 都不能出任何差子 否则的话 随时都有可能功亏一篑呀 方元 我担心的就是这一点呢 这么重大的任务 不能存有任何侥幸啊 其实 绝对有把握的计划也不存在 现在是苏北那边急需这批药品 时间不等人呢 好 那你再想想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军车一旦被劫 鬼子很快就会反应过来 所以我想 车辆一出城 我们给他来个偷天换日 就在这片树林里 准备好另外一辆车 迅速把药品转移到这辆车上 然后再分道扬镳 嗯 嗯 还有 那天我会在暗中随时测应他们 你 嗯 也好 不过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你绝对不能出手 我知道 我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 分开 快 是这个吗 没错 是这瓶药瓶 快上车 好 快上车 你先走 别管我 快上车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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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你别动人家 抓活的 虎诞 老庞 结获药品之后 到四方品小树衣 顾三会在那儿接鱼 怎么会有警备师的人 长官 证件 好 干什么的 我只是个司机 这是皇军的车子 为什么车上没皇军 我是皇军临时雇佣的司机 车上装什么 你没什么 都是一些常用的药品 搜 是 长官 皇军让我把车 马上开到宪兵队去 你可别耽误了 宪兵队 宪兵队在那个方向 这我 报告团长 收 车上有盘检心灵和麻醉剂 都是违离药品 我 这把车给我扣了 人给我拽下来 是 是 是 长官 长官 走 长官哪 走 静静点 是 老肖扣的那车祸 是不是就是小鬼子被劫的那批药品 不清楚 我先让萧团长把人和车扣下来 做得好 先不着急告诉小鬼子 刚才北野来电话 说叫咱们过去 很可能跟这事有关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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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陷兵队居然在大白天遭到劫机 还被劫去了一卡车的药品 人也跑掉了 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都是我的错 请古文官阁下责罚 对此事我当然会责罚 当务之急是要彻底搜查苏州城 将内车药品追回来 老师息怒 刚才松井队长说了 那个杀手受了枪伤 而受枪伤的人 急需的就是手术和消炎药 而全苏州汇取子弹的医生 应该没有几个 所以学生认为 首先应该封锁医院 严格控制盘内吸灵和麻醉剂 然后再挨家挨户地搜 只要抓住那个杀手 就一定能够追回那批被劫持的药品 监市长 你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局做心思缜密 我想到的你想到了 我没想到的你也想到了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 到 就这 李文君说的办 找到那个杀手一定要活的 抓到他的同堂 一定追回那批药品 是 杀手术的枪伤 如果不及时治疗 根本到不了明天 马上搜查苏州市所有的医院 小诊所尤其不能错过 去吧 是 是 如歌 请王很紧急 我需要你的帮助 方元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你生意上的事情 我一概不参与 你不用浪费时间了 可这次 是苏北那边的人受了伤 朱立文在全城搜捕 我没有办法送到医院去 苏北那边的人 是 方元我就不明白了 你口口声声地说 赚钱发财 怎么也会跟苏北那边的人 扯上关系啊 你到底在瞒着我做什么 如歌 身处乱世 人没得选择 我只能两边下手 同时赚钱 又谁都不得罪 你跟苏北那边也是做生意 对 你还真是个精明的商人 我不管你怎么看我 但那个人 的确是苏北那边的 而且你也认识 就是那个专门杀汉奸的于成伦 原来是他 那我过去看看他的伤势吧 谢谢 各位我敬重的医生护士们 我们苏州城最近发生了大案 有人截杀了皇军的士兵 至今那个杀手仍然身负重伤 逍遥法外 所以日本人非常非常生气 所以我恳请各位 都把眼睛放亮点 如果谁要是敢给那个杀手 治病疗伤 一旦被我知道了 他本人就地正法不说 还会连累到你们的家人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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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辛苦各位 回去上班吧 好 走 走 沈护士长 回去给大小姐带个话 我知道她一贯有同情心 别怪我没提醒她 雷雁老师这回非常动怒 所以包庇那个杀手的人 必定会死得很惨 谢谢 谢谢 如歌姐 你真的要给那个杀手治疗啊 太危险了 比这再大的危险 咱们不都经历过了吗 可是 现在朱立文和古多盯里盯得那么紧 还说一旦查出来 藏匿不报的话 必死无疑 他们就是日本人的一条狗 自然要为主子办事 那 我跟你一起去 不行 两个人太明显了 你还是留在医院里 万一有什么事 还可以帮我挡一挡 好 如歌姐 那 那个伤员到底藏哪儿了 安不安全 好 干爹 好 来 快进来 干爹 让你受牵连了 没什么 那个伤员现在怎么样了 不太好啊 他一直昏迷 子弹要是再取不出来 我都担心他有生命没险的 那我赶紧给他做手术 如歌 方元来了 他说要给你当助手 来 擦擦吧 已经脱离危险了 只要不要伤口发炎 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谢谢你 不用谢我 他接的这些药品 也是送往苏北那边的 也算是抗入旧国吗 我一定会救他的 如歌 干爹 辛苦你了 不辛苦 干爹 这段时间 他可能就只能留在您府上了 行啊 你放心吧 我会安排好的 你们别忘了 我现在是日委警察局长大汉奸的爹呀 放这儿啊 安全 没事 我会照顾好的 朱老婆 感谢您出手相助 只要是抗日的 活伤我的命 我都会帮 干爹 时间不早了 我就先回去了 明天我再过来看他 去吧 回去吧 早点休息 朱老婆 我送送他 去吧去吧 我送送你 来之前 我犹豫过 要不要把你拖进来 但于成仑的伤势实在太严重了 再不止就没命了 别人 我也不相信 你找我 我没有半点怪你的意思 于成仑一直是打鬼子除汉奸 冒再大的风险我也会救他 只是方圆我想问你 你跟苏北新四军 到底有没有关系 你和方圆和好了 我是冲着和鬼子拼命的壮士去的 于成仑现在在哪儿 我已经把他藏起来了 你找我是不是跟那批被劫的药品有关系 生意一旦做成 这个数 你不知道这样会害死他吗 如果儒哥不在 你就别想回珠宝殿了 仍不在把他给我带回师部 是 儒哥 我都准备好了 我只希望 你能配合我的针 否则你这牙腿就保住了 这就是我要抓的那个通缉犯 天算地算 我没想到你来我们家呢 那你就先开枪打死我 于成仑也不能继续留在苏州 保护好自己 我们就让顾三哥去接人 这万一让日本人发现 我非但保护不了你们 还得跟着你们一起闻的 有没有什么把柄 攥在他手里 我的把柄 防人至今 不可无 以朱立文的柄性 他却不可能攥着一本烫手的山羽 不放手 我亲自送他走 请出示特别通行证 请出示特别通行证 我多么想让你来我怀中躲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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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涌霜向地 昌云单寂 雷流 雷 刻不眠心 我们并肩而去 哦 并肩而去 把你的手握在崭新 我们并肩而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